我们再来回应到台南市的重大议题 从光电到炉渣等等 频频遭到人质疑说 有黑金势力的介入 台湾市长黄伟哲下午召开记者会 除了说明说炉渣处理过程之外 有关光电设置的抗争问题 要求行政机关处理程序要透明化 希望能够扭转现在台南市低迷的形象 炉渣问题发现了时日相当早 中间中央的法规也历经数次的变动 那有人说这是谁的责任 是前朝还是本朝的责任 还是谁的责任 其实我觉得跟各位做一个清楚的报告 在我们前市长的时期 也都已经受理民众陈勤 那环保局也马上要求业者来清除 那时候大概清了5万多吨 5.5万吨 然后这个案件经地检署是不起诉 但是经过陈勤人有持续的检举 所以在108年左右又重启这个调查 所以说我们环保局也再次除了财阀之外 也再次要求当事人能够把这个炉渣清除 所以到目前为止已经清除了8万吨以上了 绿能这个再生能源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那台南因为风力没有那么好 但是日照很充足 所以说发展光电变成这个配合中央 配合国家政策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但是也因为光电的发展 有一些在地方上引起了一些纷争 包括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影响到他们生活 所以他要去抗争抗议 那有些人中间会认为说厂家之间为了工程的施作 为了一个所谓的利润或是有其他的因素 而产生了这个不愉快或是有一些意见不一致的 但是做政府的就是要把全程把它更公开更透明 让不管是业者了解说你自己申请的进度是不是可以掌控 那包括民众也可以了解到说 哪一件案件现在状况如何 再来刚一新到台南市警察局长方养宁确定异动 将调回警政署 不过稍早方养宁接受访问时表示 目前还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会继续坚守岗位 而台南市议员蔡玉辉是对于方养宁任内表现 只打了65分勉强及格 除了运气不好之外 最主要的就是紧急换散 而且高阶的警官涉嫌恐吓 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感觉这两段的表演 我感觉个人打了差不多65分 要说勉强及格 最重要是我感觉 他在文件上不好了 我们不能说他乘卖论英雄 不过我一直感觉这几年来 这个担任警察局长 任来 老实说出了很多状况 他押倒他最后一根稻草 是他秘书席的主任 高阶警官 三阶警官 去恐吓 这个 防海公务这件 我感觉对他不能谅解 他在那里 现在跟我们说情绩都患散 怎么会这么明显都崩坏 马上就坏掉 那我认为要怪谁 就怪他自己命运不好 铁汉到最后悲情下场 我目前并没有得到任何警政署的人事 派令的通知 所以我有跟市长报告 我仍然持续的坚守警察局局长的岗位 我们该主持的专案 该进行的各项工作 如期如此的进行 气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 Code 快点购 扫一下